第138集 韩天刚很激动,能为白赫冉办事,那就相当于为石殿下办事。 如果这个事办得漂亮,回头白赫冉在石殿下面前稍微地提那么一句, 他岂不是就有机会成为石殿下的人了? 他可是做梦都想被划分到石殿下的队伍里啊。 如此一想,他就更来了精神,于是转过身来看向一眼都望不到头的队伍, 扬了声,开始尽起了一方浮饮的义务。 你们都给本府听着,这座上都城里,谁家里有钱,谁家里没钱, 谁家里真穷,谁家里假穷,本府心里可都是一清二楚。 今日二小姐开门问枕,没收你们枕费已经是天大的人善之举, 可你们也莫要将人善当成是义务。 本府就一句话,能看得起病,抓得起药的, 就别把家里的银子掖着藏着,去哪儿看病都得花钱。 何况,能到这里来的都是不治之症, 是外头花多少银子都治不好的。 所以,该花的银子就得自己花, 别总想着占便宜。 而,那些真穷,真拿不出银子的, 官府也会帮着你们想想办法。 总之,一句话,做事凭良心, 别想着钻空子, 否则,一经查出,立即打入大牢。 此番表态引发了百姓的连声欢呼, 人们纷纷叫好, 不管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 都对此表示认可。 毕竟就像韩天刚说的, 到这儿来看病的, 都是别的地方治不好的, 只要能有希望, 谁还能心疼那点银子呀。 白赫然也默默地点起头, 这位韩府尹看着有几分小心思, 说话做事也明显带着巴结。 但好在他懂得如何选择站队, 只要能为己所用, 他倒不介意适当的时候 为其做个抬举和引荐。 一方父母官若是能站在自己这一边, 今后形势会更加方便。 于是他也开了口, 将方才同夏阳秋商量好的成本价 再打八折的决定告诉给了人们。 而至于这笔银子由谁来出, 夏阳秋眼珠子一转, 也想到了一个办法。 就见他上前几步, 指着人群中的几个人道。 哎, 你们几个, 赵家的吧。 来人赶紧点头。 哎呀, 夏神医好眼力啊。 夏阳秋呵呵一笑。 嘿嘿嘿, 赵家是大货, 老朽若没记错, 昭和大街上的好几个铺子, 都是你们赵家开的吧, 这银子可是赚了不劳少啊。 赵家的人赶紧陪着笑并且表态。 嘿嘿, 夏神医说的是, 所以我们此番前来, 无论是枕金还是药钱都会付的, 绝不会占半点便宜。 嗯, 很好。 夏阳秋点点头, 面上浮现出一丝狡猾。 不过老朽有个提议, 不如你们赵家出点钱, 为那些真的穷到看不起病, 只能等死的百姓奉献一点心意, 你们看如何? 当然啊, 这个银子啊, 也不会让你们赵家白出。 但凡赵家有人求医, 老朽一定优先亲自到场, 且到场的次数, 就看你们肯捐献多少。 多捐多治, 少捐少治, 嗯, 不捐就不治。 赵家人差点没被最后一句给噎死, 不捐不治, 这不还是必须得捐吗? 不过再一想, 夏阳秋这个人本就脾气古怪, 就算没有这个事, 他们赵家想请到专门给皇上看病的夏神医 为自家人治疗, 那也是不可能的事。 倒是今天让他赵家得了这个机会, 那他们为何不干呢? 钱多也总得有命花, 不管多富之人, 总不想得罪的都是大夫, 最愿意结交的也都是大夫。 于是赵家人点了头, 我们同意。 说完话, 当时就有人从怀中掏出几张银票出来。 这是一万两银票, 身上没多袋, 先给了一些, 回头, 再派人送九万两过来, 供给捐献十万两。 夏阳秋很满意这个效果。 十万两白银, 换老小初诊一次, 不管万水千山, 不分白天黑夜, 只要你们赵家有人需要, 老小随叫随到。 赵家人差点没气吐血了, 十万两才换一次, 他们是不是被坑了? 边上有人提醒他们。 夏神医的手可是把真龙天子之脉的, 能搭到你们赵家人手腕子上, 你们应该感到荣幸。 嘿, 我家要是有钱呢, 我也出十万两换这一回, 就当跟皇上握手了。 这么一开导, 赵家人瞬间就释然了, 不但释然, 甚至还觉得自己是赚到了。 于是心满意足地硬了下来, 开开心心地继续排队。 有了赵家开了这个头, 队伍里的其他人也开始跃跃欲试。 有人问夏阳秋, 是不是谁捐了十万两, 都能有这样的待遇啊? 夏阳秋垫头, 十万两一次, 银马标价, 同搜无期。 白赫燃福娥, 这老头子还当街叫卖起来了。 人群中热闹起来, 毕竟夏阳秋抛出的诱惑太大了, 今日他们虽是冲着白赫燃而来, 但人家毕竟是文国公府的狄小姐, 偶尔开门问诊, 已经十分难得, 怎么可能还随叫随到? 但夏阳秋不同啊, 她是开医馆的, 又是给皇上看病的, 就算没有白家二小姐, 有这位枕龙脉的神医在, 也是求之不得的呀。 于是人们纷纷开始算计起 自家到底有多少银子, 很快的又有三人认卷, 但毕竟十万两太多了, 不是一般的小富之家能承受得起的, 一来二去的, 算上赵家的十万两, 总共也就筹集了五十万两。 夏阳秋有些不高兴, 上赌城有钱的人多着呢, 才来这么几个, 不行不行, 这小姐得放出去, 兴许, 那些有钱人家最近没人得绝症, 所以才没到这儿来, 但是现在不得, 不代表他们以后也不得, 想保命就拿钱, 没什么不对的。 寒天刚听得直咧嘴, 这话也就夏阳秋敢说, 换了旁人, 还不得被托墨星子给淹死, 白鹤染倒是挺知足, 五十万两能顶一阵子了, 更何况, 我配的房子最多吃一两富兵就好, 不需要长期的吃, 花不了几个钱。 夏阳秋一撇嘴, 可拉倒吧, 就你这方子上开出的两百年以上的人身, 你知道得支多少银子呀, 这一副药可就不是小树木啊。 白鹤染也有些无奈, 的确不是小树木, 可所谓不治之症, 若是平常的当归三妻就能治好, 又何苦到他这里来? 只好一个算一个, 我这不也是给逼到这处没办法了吗? 他小声跟夏阳秋说, 我还是头一回干这种开门问诊的事, 没什么经验。 夏阳秋也发愁, 我也跟你半斤八两啊, 以前我都是给皇上看病的, 慢慢来吧, 你就当拉拢人心, 我就当学本事。 两人正说着, 突然就听府门外头传来一声大喊, 十万一次, 先给我来五十次的。 哄, 人们都沸腾了, 五十次, 那可是五百万两啊, 谁在这么财大起粗? 然而, 这个声音别人不熟悉, 可对于白家人来说, 那可是再熟悉不过了, 尤其是白星炎, 当时差点没跳起来。 红阵海, 是红阵海的声音, 红再来人了, 他眼睛直勾勾地往外头瞅, 心里头巴望着的, 是能看到他的爱妾红飘飘的身影。 分开那么久了, 虽说起初还生着气, 可时日久了他就开始想念, 不止想念红飘飘的人, 更想着红飘飘的钱。 眼下府里都快揭不开锅了, 这个尴尬的局面, 唯有红飘飘回来才能解决, 他如何能不盼? 可惜, 来的人就只有红阵海一个, 根本没见红飘飘的影子, 甚至就连白珍珍都没跟着。 白星炎失望至极, 红阵海的到来将这次一阵再次推向了一个高潮, 五百万两银子呀, 人们知道, 有了这些银子, 所有抓不起药的穷人都有救了, 这叫他们如何能不激动。 夏阳秋也感慨, 哎呀, 财大气粗啊, 试问这上都城里, 还有谁家能有如此底气, 唯有红家。 白鹤染作笑迎上前, 大舅舅是大善之人, 您是我的舅舅, 红家有事, 阿燃肯定是随叫随到的, 您就是不出这五百万两白银, 也能保红家老小平安。 今日却打着请夏神医看诊五十次的旗号来到这里, 说白了, 还不就是为了给穷苦百姓送银子? 阿燃在此替他们谢谢大舅舅, 也谢谢红家心怀良善, 慷慨解囊。 他说着, 款款下败, 给红振海深诗一礼。 白鹤染这话是运了内里说的, 看着轻飘飘的, 但实际上, 话音却直接传到府门外, 传出了老远。 一时间, 人人得知红家大老爷送来了五百两白银, 就为了解穷人之急。 这份大意, 任谁听了都不得不为之动容, 甚至就连那些有钱的大虎都为此生出颇多感慨。 也活该红家有钱, 人家心肠好啊, 二小姐跟他们是亲戚, 人家犯得着花大笔的银子请下阳秋嘛, 可人家就是打着这样的旗号把银子给送了过来, 就为了不让那些受了救急的人心里过意不去。 这样好心肠的人家不赋予, 老天爷都不赢。 前来求诊的穷苦人呼呼啦啦地跪了一地, 一个个失声痛哭, 不停地磕谢大恩, 把所有捐了银子的人家都谢了个遍, 这也让那些原本只是想以十万两买下阳秋一次问诊的人感受到了做好事的快乐。 红镇海乐呵呵地把白赫然给扶起来, 大声地道, 他一边说一边将银票塞给白赫然, 这些你先用着, 不够再跟你大舅舅说。 说完也不等白赫然道谢, 直接就走到了白兴炎面前, 皮笑肉不笑地道。 哟, 国公爷, 从前我红甲花费不计其数求你办的事, 你办了两年都没办成, 现如今石殿下一句话就给办了, 就分文不取, 这件事您怎么看呢? 白兴炎都快气死了, 他能怎么看, 他的力度跟十皇子那能是一个档次的吗? 不过说到底, 那件事他也是故意拖着, 为的就是从红家榨取出更多的钱财来, 可如今红家用不着他了, 那他以后可怎么办? 大家好, 我是本书男主播, 陆清竹, 水平有限, 不知道演绎的角色是否能让大家满意, 如果喜欢的话, 请给一份关注哦, 十分欢迎来留言吐槽, 主播很重视的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